这车行太夸张了 这是目前全澳洲最大的一个经典车行 上面的待会再看 上面的我看还有一个特别狠的 那个 这种车在澳洲就是完全可以上路 可以 最多可以上路 所以他们没有报废年限 明白 What the hell 这是一个真的乐盲赛车 他哥这是跑乐盲的 这个低酷你知道夸张是什么样吗 这乐盲也就算了 边上静静躺了918 这根本不要钱似的 我靠 捷豹的XGO220 我跟你说这XGO220 他带完上一拍卖会也是一天假 这还有一个呢 这也是一捷豹 这是一个XK150 Winner Le Mans 那冠军车是吧 这是All Lego 就是你知道他们这个办一件事 太让我震惊了 就是你一看那车 这车是一个左舵杆右舵 完了他们在澳洲这边这是合法的 而且给你们补给一个冷知识 你们知道 以前老车的这种轮毂这是为了什么吗 这是以前跑乐盲比赛的时候 用一个小木锤子 啪打这个边缘 把它啪给它敲松了 连轮毂一块 啪一个之后拽出来了 然后再换上去 这是以前老乐盲比赛的一个小技巧 这辆是我们老板自己的车 这台车里面那台法拉利是14个million 你确定吗 14个million 1400万 1400万 刀啊 275GT 就这台车之前是尼古拉斯凯奇 在好莱坞的那个电影里面开的 这个好像看着不见 但是你知道吗 它国内保有量就一台 这个车 对 这是一台Black Series CLK63 所以我跟你说 国内真的好像就一台 我知道的应该就那一台 我们楼下看完了 现在去楼上他们的展厅看了 楼上展厅更夸张 反正这期节目我们的主题就叫西式珍宝 就对了 来 你知道我刚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车行好多都是这种经典老车 好多都是这种特别西的 然后我关键是我刚刚转头一看开这个 我这些是傻的 他敢跪那儿那种 对 这个名字叫阿斯玛丁万七七 你知道这马来当时在国内发售的价格有多贵吗 这应该是我知道的 国内汽车发售价格的天花板 这跑得很快吗 你东西带了吗 你这样 我给你打开查查资料你就明白了 又不想我帮你要个WiFi 不用我 我这是安卓版王OPPi2 不用插卡的WiFi 手机载它就有网 你看这个 高科技 这屏幕也好大 那个必须的 这屏幕比正常11寸的平板 多显示将近10%呢 你看 而且高清高刷高色转 你看这色彩还在丝滑的手感 买平板就得选这挺好的屏幕 一个出门带着它不就好了 带什么电脑 对啊 而且它比电脑更轻薄更持久的 这个车当时4777 你往后看 其实这每一台车都是有故事的 大丰田世纪 十二纲 这跟新的似的摆在这 哇 弗拉利的612 老奔驰 这是一个997的G3RS 而且这是一手动挡 这典页的G3RS 那国内如果有的话 也可能是在各位书吧 手动挡也比较稀少 这个就更没见过了 我没猜错可能是个51M 这个到底是什么呀 959 959 959 99 I never seen this before 就是在1989年之前 它是跟麦凯伦F1齐名的 就是世界上跑的最快的跑车之一 没见过 真没见过 完了这个好像是Lambo吧 就是它跟现在所有的Lambo精灵设计都不一样 对了 有个很有意思的事你知道 就是这个P1 麦凯伦P1 这个P1在国内的价格非常非常便宜 我先看澳洲卖多少钱 你看310万澳币 折真币1500以上 国内价就是半折 就是这车 哇 在我那看看 我的妈呀 这墙上是个啥